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6号 星期三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就是CDC的首席副主任 安妮·舒卡特 在星期二 今天白天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25号的晚上 26号 刚过12点 他今天白天的时候 他在记者会上说 他说现在与其说 新冠肺炎 是否会发在美国扩散 就是否会发生的 还不如说 什么时候会发生 就是说 它已经不可避免了 它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我们不 我现在不想给你探讨的 什么时候 我不想给你探讨 会不会发生 因为一定会发生 所以你要想谈 我们就谈 它什么时候会发生 而且美国会有多少人被感染 其中又有多少人 会患上重症 或引发更多的并发症 他说我们多年来 一直在准备应对 此类威胁 并减少疫情 对我们社区的冲击 意思就是说 他认为 当然他也不一定准确 反正他认为 就是说 在美国境内扩散 已不可避免了 所以探讨 会不会没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现在探讨 什么时候得了 他说怎么回事 他说这样 他说在 包括在亚洲以外的 好几个国家 都出现了社区传播 他说其他国家发生的社区扩散 将使美国越来越难 把疫情成功的遏制在国门之外 因为我们 他现在就把中国视为疫区了 但是你也不能把都视为疫区 你意大利 你视为疫区 不视为疫区 而且意大利那边是深根签证的 它是满欧洲跑 对不对 如果你把意大利 列为疫区的话 实际上 你已经把欧洲列为疫区了 你能把欧洲列为疫区吗 暂时又不能够做到 所以他认为 在这种情况之下 恐怕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好吧 不过当然了 刚刚我也说 美国的官员 就喜欢小蹄大作 芝麻绿豆大点的小事 他先闹得满城风雨的 你知道吧 他先准备好 给自己先把后路准备好 目前我想说 大家先不要特别担心 因为咱们频道里 美国观众比较多 我告诉你 我们前天说的时候 美国确诊34个 对不对 到今天 美国目前现在确诊到57个 那么这里边 刨去钻石公主号的 还有从武汉撤侨的 把这些刨去之后 其实美国境内 到现在为止 确诊的只有14个 其中有12个 都有中国旅游室 都是从中国旅游回来的 还有两个 是跟有中国旅游室的人 有密切接触的 也就是说 换言之 到美国到现在为止 到今天为止 美国没有发生社区扩散 或者社区感染 到目前为止 美国全部都是能够 就是说 追查的非常清楚的 就是传染路径 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晰 非常明确的 而且说实话 美国这么大 将近3亿人 到现在为止 其实真正境内 就14起 真的是不多 剩下那些 就是什么武汉撤侨 别提了 对不对 钻石公主号 也是特殊情况 日本人搞的太糟糕了 钻石公主号上 所以 这就是美国目前的情况 我真心的认为 任何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 就目前来讲 没有必要去引起恐慌 所以你会发现在中国的时候 当中国政府官方 发表了一个新闻之后 我要去给他们PR 我说他们说的不是 现实情况没有 他们说的那么好 真实情况比现实情况要糟糕 在美国 我还是要充当这个角色 当美国CDC的首席副主任 出来说完蛋了 不好了 美国完蛋了 不可避免了 然后我要出来辟谣 大家不要相信 美国官方媒体这帮疯子 现实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好吧 美国跟中国整个倒过来 中国是现实情况没有那么好 现实情况比较严重 美国是现实情况 还没有CDC的副主任 说的这么严重 所以先不要恐慌 好不好 什么时候开始恐慌 你们等着看死东西 行不行 我看到时候差不多该恐慌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们该恐慌了 现在真的还不需要 我不知道美国官员到底在搞什么 旧金山刚有三例 就宣布金雄紧急状态了 CDC这全美国14例 他就开始说 就开始仗仗不可避免了 你知道吗 美国官员真的跟中国官员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美国的国情跟中国 它不一样 就这帮人 中国是怕老百姓恐慌 美国是怕你不恐慌 就告诉你别太贪害了 同志们不可避免 你们小心点 别瞎折腾了 你知道吗 他整个 这就是美国国情 所以你要理解 所以其实你观察 美国这种东西 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 其实挺有意思的 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就是说中国人 我们出来走一走 看一看 有助于我们换一个思维方式 来思考中美 你知道吗 当你明白了这个之后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谎言 不攻自破 孙艺这几天闹得最凶的 你知道什么吗 说这个病毒是美国人 传染给我们的 说是什么军运会期间 美国派了军运会的运动员来了 然后成心的 就是感染了这疾病的 传染给我们 你知道吗 哎呀 我跟你说 同志们 我要告诉你 这种说法 只能在民间传着玩 官方政府 我现在觉得中国政府 要想办法尽快给辟谣 要抑制住 这个说法太多了的话 是有问题的 这种说法是战争行为 如果你现在指责美国的军人 有意的把生化武器 带到中国来穿上中国的话 我告诉你 这是战争行为 你中国政府要想清楚了 好吧 他们下面的一帮小粉红 没有脑子的 义和团们在那吵吵 对吧 以前的义和团 不就说 以前洋人到中国 不都是传教士 他们就是有宗教理想 什么天主教 那时候有没有基督教 我也不知道 反正到中国开教堂 就去传教 传教之后 教堂就是慈悲为怀 对不对 中国你只要有那种 比如说孤儿什么的 他能收留的都收留 因为中国那时候 就弄了孤儿 女的就送祭院了 男的就去干 拐到什么煤窑去挖煤去 什么的 都反正不知道 反正就干那种苦力 对不对 反正就得不到好的照顾 你知道吧 教会他就觉得 我们能帮就帮帮 他就收留了这些孤儿 就收留了好多孤儿 然后教会 比如说有从西方来 他们有一些药 然后中国的一些病人 如果有病了 他还把那药 伸一些给你 帮你治病 教会 就那样 都对周围好一点 让你们相信上帝 对不对 主要目的就告诉你 这都是来自上帝的帮助 你们都应该相信上帝 对不对 但是义和团就说什么 义和团说是这样子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他们愿意收留这么多孤儿 因为义和团就觉得 你收留孤儿 你肯定有利可图 对不对 你不可能白仰着他们 当然教会就是白仰着他们 教会就那样子 你可能觉得 你们这帮人肯定有坏心思 然后你有药 他就发现 他西药还真的比中药管用 就说 我告诉你 为什么西药比中药管用 他们收留了这些孤儿之后 架一个孤儿 拿这些孤儿去熬汤 熬了汤之后 拿汤做药 所以他的药 就比我们的中药管用 因为都是拿婴儿的 这个尸体做的 你知道吗 然后他们就 哇 这帮教堂这帮人太坏了 咱们去 得给他把教堂烧了 给这些外官都吊死 你知道吗 就义和团 后来怎么着呢 就是八国陵军进京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100年过去了 上面做的还是慈禧老佛爷 下面还是一帮义和团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奉劝 老佛爷想清楚了 你是不是真的还想再来一场 八国联军 你是不是还想像慈禧那样 在同一时间跟所有的外邦宣战 你想清楚了 好不好 然后你再造这种谣 你再宣传这种东西 好吧 义和团到底是帮你还是害你 可是不好说 对不对 慈禧当时是没想明白 他觉得义和团是帮他的 慈禧这个亏可是吃大了 对不对 老佛爷您现在想清楚了 好不好 我觉得怎么着来讲 你也是个老爷们 是吧 慈禧是个老娘们 是不是 你应该比他稍微的冷静一点 是吧 义和团的我跟你说 你不用想了 好不好 我给你的答疑解惑 我现在就告诉你正确答案 好不好 你也不用学会抢答了 我现在告诉你 义和团就是害你的 他绝对不是帮你的 好吧 正确答案告诉你 好吧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